为爱尖叫 大家好 我是The Night的谢可颖 薛琪娘 比如说像我们的粉丝 当我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他们在台下会尖叫 是因为他们爱我 然后感受到了 我们在台上的认真努力 也是我们反馈给他们的爱 这种爱是相互的 所以他们会尖叫 就是为爱尖叫 第一次的话 其实是我们第一次公演舞台 我上台了之后 准备自我介绍 因为其实我已经很久 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了 结果我在那里说 大家好 我是谢可颖的时候 我有一位粉丝 从头叫到我 就是那种尖叫的那种 然后表演完了 也是一直在尖叫 我当时在台上的时候 就是愣住了头 就是没想到 还有人记得我那种 印象非常深 其实当时我都已经 觉得可能不行了 然后我已经想好了 就是已经在自己安慰自己了 哎呀没关系 没关系 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了 没关系的 然后念到我的名字了之后 当时真的是 我其实是懵的 但是我和台下 举着我灯牌的粉丝 对视了一眼 他们就举着我灯牌 就是那种 就是尖叫 然后再哭 然后我一下就哭了 然后接着就是 整个出道业 从头哭到位 其实我现在就是一个小流量啊 小流量的艺人 流量的话 确实是会让一部分人 先关注到你 就是我之前也讲过 它会让你走得更快 但是这种东西 就像是烟花一样 你上升的越快 你flop的就越快 所以就会 转瞬即逝的美好 只有作品 才能让你 沉下心 稳住气 有底气 才会让你走得更远 这两个东西缺一不可 什么样的作品 首先是你自己得喜欢 就比如说 像我这次的新歌 是有一点点小众 但是我喜欢 然后我对它付诸了 120%的心血 我对它尽全力了 现在把它交给听众的时候 我自己是有信心的 而且我自己是满意的 我对它付出了 最大最大的努力 交出去的成绩 我就不管了 但是这个就是我的作品 我的新歌呢 叫Comet 会心 我其实有想讲 一个很浪漫的故事 然后也是我想要传递的 就不管外界对我的声音 有多么刺耳 觉得我是不好的存在 但是我会按照 我自己的轨迹 我该怎么样的飞行 我会一直这样飞行 当我终于下定决心 宇宙的所有的力量 都在帮助我的时候 我就会不顾一切地奔向你 去完成当时的约定 未来如果说有戏拍的话 肯定是非常 开心的啦 但现在我就告诉我自己 不要着急 我要沉下气 这条路呢 很苦 很难 有的时候会觉得孤独 有的时候会觉得无助 但是你要记得自己 说出来的话 泼出去的水 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感谢观看